外遇、爱人出轨、收集证据、保守秘密 在IG推特用韩文搜这些关键词的话 很容易就能看到在餐厅或海滩等地方 偷拍的男女情侣照片和影片 而这些内容大部分都是 正新社在处理了委托任务后 为了宣传而发布的 因为这些内容涉及到肖像权和隐私等违法问题 而引起了韩网热议 10月16号拥有2万多名追踪的正新社IG账号 发布了许多标题为 出轨的高尔夫球场 樱花闪花气的追逐站 前往汽车旅馆的外遇车辆等影片 在这些影片中能看到 男女情侣手牵手光市场 或在餐厅用餐的样子 而很多网友们就在底下留言指责 这些照片影片中的人物 尽管当事人的脸背标题等方式遮盖 看得不太清楚 但服装包包以及周围环境 餐厅招牌等能看得非常清楚 所以当事人的亲朋好友们 足够容易的识别他们是谁 最重要的是 为了拿到外遇出轨等证据 棍中偷拍某人的真心社的业务本身 就已经在合法和非法的边界了 韩国自从2020年8月修改的 信用情报法生效以来 查找特定人的位置和联系方式 从事所谓的侦探业 已经不是违法了 所以真心社们表示 侦探业已合法 真心社实际上与侦探公司相同 我们是在合法范围内进行厌误 并招揽客户 但是看真心社上传的照片影片的话 基本上都是很暗示着新山色的内容 根本就是超越了客户委托的任务 虽然说在韩国民事诉讼上 真心社拍摄的照片影片 能够被法院采用 但是部分真心社的调查方式 非常违法 而最有代表性的例子就是 伊森军事件 他因涉嫌侵犯前女友 收到了警方调查 对此感到不满的伊森军 透过真心社找到了受害人的地址后 于2021年12月 杀害了受害人的家人们 而提供地址的真心社代表 因违反个人资讯保护法 被判处了一年有期徒刑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非常好的机关 那些背叛自己的家庭和孩子 让别人流泪的人 就应该在社会被排斥 外遇是一种精神疾病 那是毁掉一个家庭 毁掉家人们人生的可耻行为 就当成是惩罚吧 这根本就是好事啊 如果不这样做 绝对无法收集外遇证据的 现在通奸罪也没了 要怎么惩罚破坏家庭的那些人呢 法官你认为收集证据很简单吗 如果你配偶出规 你要如何收集证据 就只能靠真心社 赶紧将追踪外遇合法化吧 警察法律都不好好工作 只能这样啊 个人认为 真心社比警察还强 不喜欢真心社IG照片的人 应该只有外遇中的人 但是也有这样的反应 也有可能不是拍到外遇 而是一般的情侣啊 这样的话是严重侵害了隐私 不能说不喜欢外遇出轨 就无条件的赞成偷拍 不是吗 所以对于韩国真心社 将偷拍的照片影片 发布到网上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见证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